3月3号 南部战区海军远海联合训练编队 圆满完成训练任务 顺利返航 抵达湛江某军港码头 这次远海联合训练编队 有导弹驱逐舰 河斐舰 导弹护卫舰 黄山舰 两栖船物登陆舰 井冈山舰 和综合补给舰 鸿湖舰组成 编队2月5号从湛江起航 历时26天 航行7900余海里 先后在南海 东印度洋 西太平洋等海域 进行战备巡逻及远海联合训练 训练中 随舰参训的海军 空军和火箭军 等多军种参谋人员组成编队指挥所 在交流中打通军种专业壁垒 深度融合联合作战体系 联合作战是一项重大的现实课题 此次行动就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 连战联训的有力契机和有效的平台 指挥机构多军兵种嵌入 态势信息多平台联合共享 作战行动多领域一体联动 通过实际参与任务进入战位研练 在高强度高密度的 实兵对抗课题演练中 编队不断检验探索水面舰艇 装备性能底数和体系支撑能力 完善战法训法 精心设计各种力量 各种环节各种要素的联动 部队在快速判勤 快速决策 快速指挥 快速行动的能力上 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